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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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實我覺得做這個節目,其中一個好處是覺得自己年輕很多 很快可以學到很多潮語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中央空調? 中央空調其實是一個台式的潮語 這樣讓我學到,我也和你分享一下 什麼叫中央空調呢? 它對人人的溫度都是一樣的 人人好,人人暖 所以有些男生很樂於擔任這個角色 他們覺得我同時對很多人好 同時會有很多人喜歡我的 很多女生就會誤會兩個人之間有超友誼的關係 這個男生這個暖男 他就會享受這些盲人愛戴他的快感 當你希望兩個人有更進一步的關係的時候 他就會用 其實我只是一個暖男而已 我只是人太好了,實在 所以我對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不要想那麼多 就當作沒有一回事 那女生就很傷心了 但是這個進可攻退可守這一步 就叫做 對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就叫做中央空調 你身邊是不是都有這樣的中央空調呢? 究竟暖男和中央空調要怎樣去分別判斷呢? 其實呢 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 所謂的暖男 你看回偶像劇 你看台劇 日劇 韓劇 通常第二男主角 通常都是暖男 那怎樣呢? 他們就會對那個女主角 專一當女神 捧著掌心 然後呢 使命必打 他想什麼呢? 都對他很好 對他非常之超出男朋友那種好的 但是呢 就什麼都得不到的 沒有什麼身體接觸啊 拖一下手仔啊 眼神啊 言語清讚都沒有的 那這個就是暖男了 就是他只對一個人好 他當那個是女神 那但是呢 中央空調是什麼呢? 他就對所有的女生都是這麼好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不同的地方了 所以你想一下 你的身邊那個是暖男啊 當你當正你做女神啊 還是當正他自己是男神 做中央空調啊 那那那那這些女生其實都幾多的 那這兩種男生呢 其實 嗯 我覺得你除了要看他的對象 在專一還是很多之外呢 我想你也可以看一下 他對身邊女生的態度 他是不是很喜歡和所有的女生都 好像很熟啊 打成一片啊 還是她是在女生有需求的情況下才會伸出原手呢? 才會幫助她呢? 而且那個幫助是不會過界的幫助呢? 這樣就都可以斷定的 我和你分享一下我老公 我老公基本上就是一個很標準的暖男銷售士 只不過她差一點 如果不是因為我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她可能都會變成中央胸條 我記得我和我老公在拍拖的時候 有一次放假星期六或星期日 她就跟我說我等一會兒要去幫一個客人捉老鼠 去她公司幫她捉老鼠 我告訴你我馬上就反面了 憑什麼?她叫你假期放假的時候去幫她捉老鼠 那個又不是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內容難道你今天幫她捉了一隻老鼠 她就會和你簽一百萬元的單嗎? 那我就很生氣 因為看到我這麼生氣 始終剛剛拍拖了 她就很怯了 她就馬上借故拒絕了這件事 她有猜事 從此之後 這些類似的事情就沒有再發生過了 就連現在有些同事要搭她順風車 都很少有的 都會事先告訴我 這個就叫做不過界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回答一下Janny的問題 我就不清楚你們每天 早上晚上講電話 或者這個情況已經多久了 但是我個人就認為 早上叫對方起床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曖昧了 無論你聊電話 尤其是睡覺前談電話 那些內容是什麼 基本上都有點超友誼的 我也覺得這個叫做超過戀男的行為 因為不是要求來的 這個不是說 我要求你 我現在想要和你談 如果是你提出了 那就另外一回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問我 你覺得究竟她喜歡不喜歡我 還是我自己想得太多 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唯一一個可以確認的方法 就是直接問 快到處 簡直問她 如果她真的夠膽死跟你說 我們只不過是朋友 然後說一堆藉口 拖延 那沒事的 你就轉頭 轉面去找兩個姐妹 喝兩杯 發誓 輸壓一下 然後感謝主 Hallelujah 很慶幸 自己不是在失去太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 就不用再跌了下去 對不對? 但是 反過來一件事 萬一 萬一她真的跟你心意相通 跟你表白 說她很喜歡你 她想跟你進一步 這個時候 OK Jenny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 你應該要停一停 環一環 想清 想錯 為什麽呢? 我當然知道 對了 當人人有機會 個個沒有把握的時候 自己突然 突圍勝出那種優越感 你是很吸引人的 你是會 小路亂裝 很興奮 覺得好像中了獎 那樣 但是 如果你想一下 你停下來 正心想一下 如果這個男生 他真的成為你的男朋友 而每一天 依然 會叫其他女生 打力 依然 經常跟其他女生 左擁右抱地出去玩 依然 甚至乎 會叫其他女生起床 或者被其他女生 叫她起床 你是否可以完全接受呢? 又或者 你其實是期待 他會因為你成為了他女朋友 之後他有所改變呢? 我不知道 如果你有這些期待 你可能需要先跟他 確認一下 對焦而殺 你會不會這樣為我改變 還是這個就是你的性格? 如果不是你現在這些 患得患失的感覺 在你們真的進入正式的關係之後 其實只會更加會更加難受 你是否真的可以接受到一個這樣的男生 又或者 他是不是真的會認定了你之後 你們兩個走在一起之後 他可以不對其他女生這樣做 有這個所謂的不過界的 只是單一對你亂男的行為出現 所以這個反而就是你要想清楚 不要一頭中下去很快脆的 就這個給自己好像 因為愛情的火花 因為一時的衝動 心花怒放 這樣就中了下去 其實都挺令你擔心的 當然很多人會說 因為了解而分開 所以我覺得我的解讀是這樣 通常人們跟我說 因為了解而分開的時候 我的解讀就是 因為你們未夠了解對方的時候 就在一起了 就確定要在一起了 現在不同了 現在你有選擇 你既然已經了解到他這一面 就表示這個決定權 是在你自己身上的 你與其去猜測他 是不是喜歡你 不如先想一下 想清楚 這樣的一個人 這樣的性格 這樣的關係 是不是你真的想要 是不是你真的喜歡的 因為你不要忘記 你不是一個 只是可以被人選擇的人 你也是有價值 值得被人珍惜 有選擇權的一個 OK,Jani? 今天就答了你的問題 希望下一次 你可以跟我分享 你跟這個學長的 後面的故事 好嗎? 好了,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一樣給我們五顆星好評 然後如果你跟Jani一樣 有你的心情故事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 想留言給我們 就電郵給我們 下一個星期我們聽下 下期要說什麼 拜拜